小邱 我给丈母娘留了一份腊肉 今天准备给她发过去 能发吗 那么有 可以发的呀 打真空就行了 那我跟她说一下 好吧 可以 那么多呀 那你不发一点给他爷爷奶奶吗 有的呀 一样多的呀 也是几根香肠 两个猪脚和一些排骨腊肉 这样子 嗯 我打个视频让我老妈看一下 肯定的很开心 他说 哇 这是什么那么黑不妙秋啊 这个是腊肉 我们这边的特产 你没吃过 我想给你发一份过去给您尝尝 这种跟他说 这些是中国的特产 都是肯定的 肯定的 肯定的 肯定的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肯定的肯定的肯定嘛 很高 吃了 肯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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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叫你不要发那么多东西过去了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发东西给他 花了很多钱 留着那个钱给宝宝买尿不吃 然后买一些牛奶给他喝就行了 然后这个也发一点去给爷爷奶奶 你跟他说有发的都有发的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他说你这中国女婿让他在村里面长脸长脸了 他说很开心叫我们就说辛苦了 不要什么时候都想着给他们应该的 说没事的应该的应该的 那你跟丈母娘聊聊我去打包了 等一会给他发到那边去 这个好 他很开心他一直笑 但是他拿手机的时候他就是不会跟你说话 能懂的能懂的 我也怪我这几年都没有学几句越南语都没法跟他们说话 刚才忘记了还有一个猪脸肉也给他们寄过去吧 发那么多 这个我不给他烧了 他收到他自己烧一下这个猪毛 嗯可以 因为我们那边也有火嘛 他自己烧就行了 老妈他们呢 我放在家里面 那个我等一下给他们打包 我老妈说这个我们是做来卖的 怎么还给他们发了那么多 那不一样啊 他好心疼我们两个带孩子 然后我还要 还要 嗯做这个做来的他这样说 这有什么的 就是你跟他说 他说太多了 他看到这些 不多 十多斤应该 十多斤啊 哈哈 发个两三斤就好了 真的是 他还你拿几块 我还以为没有了 出来那么多 够了够了 这么多不多的 够了 这个就多了 他说多了 我才叫你过来说话的 哎呀将就了 将就了 这个发到越南 就要多回两交代 两大箱全部都是给丈母娘 真的 我也希望我以后也有个女婿 像你这样子 哈哈 哈哈哈 那边我叫他直接给我加个木架就行 嗯 对因为我害怕 发那么远 被砸到了就不好了 你叫他尽量帮你快一点发嘛 这样子因为他是辣肉 刚才我跟他姐 妈妈叫你骑车啊 推吧 说嗯啊 我记得前一个月他连坐都不敢坐的 是啊 他不会往前面骑 这个他踩不动 他只会往后退 把脚放下来 往往妈妈这里 走嘛 呵呵呵 他不会踩 以前总听人家说 远嫁这辈子别想着孝敬爸妈 不过我这个中国老公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他把我越南爸妈当像他亲生爸妈一样 像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们发回去 或者说嗯 他们身体哪里不舒服的 什么该做了他都会做 像我们没有照顾到他们 他也会从这边 给我爸妈发一点红包回去